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你看看他在兩院通過之後 我估計他還想制裁一批人按照舊的法 舊的法都很好的 那個馬尼斯基的法都是很辣的 他可能想這批人按照舊的法 接著下一批人我叫申發 所以他在分的 他出的不是利益問題 利益已經輸了 一個災城輸了幾萬億了 所以買幾粒黃豆就無補於事了 他現在實際上有很大的計劃 全面封鎖 全面脫鉤 就要同步行的 所有東西同步行的 你看到他上週六就派了 他的國家安全顧問 那兩個頭和一個負責中國 那兩個人去了歐洲 又碎了其它國家 和美國共同進退 那奈巴羅呢 星期日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說了 接受Fox他都說了 是準備在今天星期簽的 而且他會簽了之後還加幾條總統的行政命令 怎麼樣處理這幫支持國安法的 說得很清楚的了 很細節 你看回奈巴羅的那個訪問 還有他所謂的總管 Chief of staff 等於他管了所有的大內總管 那他都說出來了 他都說準備這個星期簽 還有有幾條行政命令 那幾個措施一起實行的 那他就看同步 可能還要配合歐洲 他一公佈 歐洲同時公佈 那效果才好 尤其是英國 因為我們那些制裁香港的官員 那些官員最怕是英國制裁 就不是很怕美國制裁 他們想著現在的家人 分分鐘已經在英國了 又有英國有財產了 他們想著將來香港不行 他們就去走去英國 如果英國對他們有制裁的話 就斷了他的後腦了 還有那些小孩都斷了 所以我猜現在 這次他們飛去歐洲 那兩個國家安全顧問 飛去歐洲 主要是得到歐洲的響應 那當然第一 起碼就是英國 再好一點就是歐盟 基本上他們就走投無路了 其他幾個五眼國家 加拿大、澳洲那些 就已經沒問題了 已經講完數了 我看下一步就是爭取 英國主動出擊 和歐洲配合 就是成為歐盟配合 應該就不是很難的 應該不是很難的 你知道德國賺這麼多錢 買這麼多Benz、BMW去大陸 這個財路斷了他很慘的嘛 那中共當然是威脅他了 所以它是一個難度的 這個只是在制裁那方面 但是你看到了他有很多事情做的 這次我看他不是脫歐這麼簡單 不是脫歐 不是缺歐這麼簡單 不是缺歐這麼簡單 是一個整個就是他在考慮著 下一步怎麼封鎖 怎麼封鎖中國 封鎖的意思呢 就是最明顯的意思就是能源分封鎖 所以他已經有一套計劃 在南海 南海包括馬六甲 馬六甲 新加坡那條馬六甲 就是南海他一定要和他有一種衝突 可能是封鎖性的衝突 就逼他拿南海那些武器 那些武裝設備 就是南沙那邊的武裝設備 要他拿走 所以現在整個焦點就不在台海 就在南海 所以完全有可能 南海會變成一個很危險的地區 那日本、韓國沒有問題 美國可以供應他 石油什麼都可以供應他 澳洲本身也沒有問題 因為印尼下面那邊自己有石油 那個區整個那個區 印尼爪他們自己有石油 可以供回澳洲也有 所以他那邊沒有問題 那變成了台灣也可以由美國供應 所以中國那個石油 是它最弱的那點來的 這件事很嚴重的 這件事就現在看起來 就是美國在走這一步 那中國剛剛前天又和伊朗簽了一個大協議 就是拿軍火換石油 這件事就犯了美國大忌 因為伊朗對伊色列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對中東有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伊朗攻中國石油這條線 我看是美國最需要撤斷的 一撤斷之後 大家的膠著 就現在不止是脫歐 很簡單的了 直接是叫做封鎖 記住 用這個字封鎖 可能由現在這樣的情況去封鎖 當然台灣外面也很嚴重 美國眾議院那個共和黨領袖 直接說要承認台灣了 這邊又在告 它幾方面一起去 印度又在動它 差不多幾方面一起 你中共老實說 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 因為老實說中國不是那麼強的 它幾方面一起收緊的 幾樣東西一起收緊 金融也有金融做法 貨幣也有貨幣做法 一輪一輪的來的 所以接下來的一百天 很多好戲 你們等著看 所以你說它不用一定開戰的 它封鎖 你記不記得古巴的時候 美國就封鎖不給蘇聯的船 去繼續裝那些導彈去古巴 它封鎖 封鎖這件事就是說 我不出手 但是你不要動 封一下封一下 就變成了 迫著那些被封鎖的國家反應 當日日本為什麼炸針鎖鎖呢? 又是美國封鎖了它的石油 它在美國買不到石油 美國的鋼鐵也買不到 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日本就炸針鎖鎖了 然後拿到印尼 印尼有石油 接著就供了印尼 這個封鎖是不用打仗 但是會引起戰爭 封鎖這件事發生了很多次的 美國就不想主動去打人的 所以經常都要封鎖 但是封鎖的結果 也可能會引起戰爭 現在美國也是在封鎖俄羅斯的 因為俄羅斯拿了Cremia 美國正在封鎖它 俄羅斯幸好它自給自足 很多事情自己都搞得好 德國人跟它買了很多天然氣 那些東西 變成它有些外匯 美國有時候很生氣 說為什麼德國還不給外匯 它說我正在封鎖你又在給錢 這件事美國就是在現代戰爭 就是在20世紀開始 就主張封鎖 不是脫鉤 你們經常都想著下一步是脫鉤 我就看下一步不是脫鉤 是封鎖 封鎖就是能源為主了 現在中國有超過一半的石油 是經過馬六甲那邊 由中東找過來的 這裏經過南中國海 所以南中國海也是焦點 所以南中國海就是引發 海上戰爭的一個關鍵 實際上我們香港都是屬於南中國海的 是吧 將來的結果就不知道了 如果南中國海封鎖成功的話 那麽有可能就和談判 談判 那麽有很少的可能 我這樣講了很多 很少的可能 就香港不會說給它 馬上就脫離中共 但是有可能逼中共 就降低那個所謂 現在的國安法那些這樣的東西 逼它拿走那條國安法 有這個可能 我覺得沒有可能說要令到香港可以擺脫共產黨 不要這麼走 這件事情就有少少妄想了 但是有可能談判的話 比如南海 美國的軍事都展上風了 如果南海談得比較 美國是優勢的話 肯定是優勢了 就談到中共要求講和解的情況之下 香港這些這樣的 美國有可能逼它們遵守中英聯合聲明 這個是我一直都在想這件事的 不過我沒有說出來 因為好像很遠了 但是現在一步一步走向這個方向 你們看著 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是說美國輸了 中共贏了 不是這麼簡單的 這裡是一個很長的一件 不是很長 是一個有很多步的事情發生著的 封鎖這個都需要很多國家幫忙的 是不是? 不是說只是美國封它 很多國家要配合的 那這件事美國就是一定要南海 它現在美國實際上 美國第一個目標不是幫你香港 你千萬不要忘記 美國現在第一個目標 軍事目標 是要南海它收了它那些軍事基地 要它收 要中共收 那這個過程當中 就肯定會有封鎖的情況 就是唯一逼得中共可以什麼的話 就不用打仗了 就是要封鎖 封鎖之後就有機會 就一定的程度之下 就會引發有衝突 香港肯定是它一個大計劃之中的 但是香港不是它的目的 你搞清楚 它的目的最後 你們信不信我都好 它的目的就是要中共消滅 因為中共做了太多事情 是侵犯美國 直接是衝著美國來的 那它知道了 如果今天不消滅中共 過多幾年就中共要消滅了它 這個就是文化的衝突 因為我這個運動 就和美國人對中共的看法很重要 那你看看這幾天你都看了新聞了 美國的疫情又在 又在第二波又來了 而且這個已經變了疑的了 這個病毒已經病了 他們說很厲害 不知道是多少倍 就是總之感染能力 是很多很多倍的 那這件事情繼續發生呢 就對我的工作 當然是對美國人民就不幸了 但是對我的工作就很有幫助 變了中共越來越多冤家 越來越多敵人 那變成了那些老百姓 死就是死的老百姓 那他們當然會和他們的議員 叫他們一定要做反共的事情 所以我估計到11月選舉的時候 特朗普也是贏的機會大了 因為那時候那些人對中共的仇恨 已經不得了 特朗普只要有些軍事行動 或者嚴格的 好像我剛才說的封鎖行動 如果他做這件事 已經可以有很大的機會 令到他可以選回連任了 所以我為什麼 我即是立刻打呢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很少人 現在很少人他們看到這個封鎖的問題 我就一直在研究這個封鎖的問題 這個封鎖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就會導致 如果特朗普正式封鎖這個封鎖 大陸這個封鎖大陸那個 那麼他的連任機會又高了很多 不是選擇對大陸的壽視 因為突然間有個中國人出來說話 突然間有個中國人出來說話 他們美國一般的人都不是很分得清楚 香港和大陸的 我講老百姓 不是說老百姓 老百姓一看到有個中國人出來說話 他說就怕被人殺了 如果留下來說出來被人殺了 趕快逃離美國了 那些人就證明了 證明了共產黨隱瞞事實 為什麼要殺他? 就是要殺人滅口 你明白嗎? 所以美國老百姓就相信了 就是相信了 你為什麼 如果是天然下來的 如果這些病毒天然下來的 你需要什麼保密? 你需要什麼保密? 你為什麼有人要恐懼? 就是這些這樣的證據 看下去就不是直接證據 但是很講福人的 你明白嗎? 一個這樣的專家 這個很有地位的專家 有一個專家 而且在中國 是中國出來的 他說香港、中國他們都搞不清楚 出來的 怕死、怕死 不敢說 說上報了很多次 上面都不妨取行動 那這件事情 印證它隱瞞事實 隱瞞事實不報 那美國人就明白了 老實講 美國那個老百姓 都是陪審員來的 可以這麼說 老百姓說你有罪 那他們的行動將來就是犯了 就是以前的 你這件事比證據更厲害 因為他這樣一說的話 每個老百姓在電視台那裡看到 是的 還說不是 他怕死 怕死 怕你滅口 那這樣的推斷 就不是很厲害的 厲害過什麼證據 而且他真人講得很自然 雖然英文不是跟外國人那麼好 但是他講得很自然 一句一句就說出來了 又說他又要離開他老公又怕了 是吧 家人又被他騷擾了 那這些普通人說話呢 普通人說話才有人不相信的 你明白嗎 那些人說話紛紛有別的動機的嘛 這個女孩子沒有動機啊 大哥 隻身這樣逃出來的 多大損失啊 她在香港都不會得到薪 到處都不會得到薪 那她為什麼走出來 當然是因為 而且他說受了去年 那個鬆鬆的感染 很重要啊 那個 他就是感動 他原本都不會這麼夠膽的 這個很難得的 所以美國人現在就更加信了 一步一步就是會支持川普 採取一些激烈的行動 但是還不至於要出兵打仗 兵就已經佈在那裡了 就是不至於出手打中國 但是呢 就會封鎖中國 可能早點的提早點的 我看差不多10月左右 90月就已經 不是不會打仗了 封鎖呢 我估計8、9月就可能了 那接著你一直封鎖到一定的程度之下 就可能會引起戰爭 所以徐博士說得對的 這個時間差不多了 他們都計算了 那個時間對打仗是最有利的 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 最好的時機來的了 因為對美國消滅共產黨是最好的時機來的 所以我們都是 如果真的消滅到它 那今年是最佳的 我一向都講的 你看到我了 講了兩個多月都說 現在這個是一個完美的風暴 是啊 那就輸了 全部都輸了 香港、台灣都輸了 那大家自己想清楚 真的 不是說笑 拜登很不行的 不過呢 我聽到這樣的傳言 因為拜登很不行的 你有時候看看他真的有點失憶了 說話也是亂了 就有可能最後一個分鐘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Hillary出來 Glindon Glindon老婆出來 一個是奧巴馬老婆出來 有這兩個可能性 因為這個拜登 我看如果他要上去跟特朗普 開個辯論會 就大出醜了 是吧 所以他根本上不了台 講了兩句話 講到亂了 那麽明白就輸了 所以民主黨都在裡面 都在聊著 可能要找人來代替他 那最大可能呢 Hillary還是野心滑滑的 這個女人還沒放棄的 另外一個他們都很喜歡 就是奧巴馬的老婆 因為美國人對女人 女人上台都是一個突破 有很多女人支持的 那女人跟特朗普可能是有得鬥 但是這兩個人上台 就算代替了 其中一個人上台代替了拜登 都是對我們 和對台灣不是好事 因為他們配那些人 有一個叫做Rice 以前是美國的 有一個黑人來的 在聯合國做 在代表聯合國做大使的 那個叫做Susan Rice Susan Rice也是不行的 也是親中親的很厲害的 基本上很多 應該罵中國的事情 他都沒有罵 所以可以這樣說 就是你講得對 如果特朗普連選不到 那對我們香港和台灣是災難性的